大家好,今天1月8号 台股因为在美国在上个礼拜三大指数 前面的做一个跌升反弹这样的一个动作 今天台股也是呈现一个开高 但是开高左低当然是最近在整个盘势 它的一个常态 但是今天比较好就是说了一根红K 但是整个大盘那接下来要怎么看 我相信非常重要 因为今天比较可惜的就是 在盘中占回了夜线 但是无功而返 所以整个大盘今天量收到 2500多亿 那我想最近的一个盘势 拉高追高这个意愿都非常不足 所以在操作上 投资朋友要特别小心 不要股票 那吉拉呢 那你去做什么 去追 做追的一个动作 我相信我在封关前已经告诉各位 新春开黄盘之后 有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 就是有一些涨多的股票 它刚起跌 但这一些股票 你要如何的避开 那是非常重要 但是有一些 肉后补涨的 它涨上来 那你要怎么做 那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在操作上 涨的时候看涨 跌的时候看跌 我相信永远 你也赚不到钱 最近的盘势 那这个正如我所讲的 它就是一个 涨多压回的一个格局 所以呢 涨多压回 那你要怎么做 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嘛 为什么 美国呢 它在封关前 其实它非常的强势 但是封关之后呢 它开始转弱 当然市场的传测 就是呢 在联准会呢 今年降息 不如之前所预期 六码到八码 我相信市场都有这样的一个解读 但是 因为我的解读 比较不一样 我是认为 美国也是 涨多压回 因为涨太多嘛 那你让它 回来修正 然后消化这些卖压 那这个很正常的 股票市场 没有一直涨 涨不停的 各位 所以你要了解这一点 因为美国呢 他们卖股票 有时候 他们为了要避免资本利的一个存互的磕税 所以 赚钱 卖股票 那这个都非常符合 人性 不卖股票的 我相信 赚到钱 赚很多钱 不卖 那才是违背人性嘛 所以我们在封关前 我们也是将 获利呢 的一些个股逢高在卖 之后卖出 虽然有些股票卖掉 它有在 创高 但是各位 真的不要感觉可惜 因为我认为 有赚到 那你资金 抽出来 那反而呢 能够呢 未来的一个行情当中 找寻 更好 而且 它是底部 刚刚起涨的 那今天整个盘式上来看 当然观光股 观光股 它是在今天盘中呢 可能比较强势的一个 在那个族群 它有延续了 这样的一个涨势 那行印股 在今天 我想 红海的世界 即使利多 你看到 股价呢 它也是呢 涨涨跌跌 所以要像 以前这样 大标特标 我已经跟各位讲 不可能 绝对是不可能 但是短线上 短波 能不能够赚钱 当然可以 就看说 你要怎么做 你有什么能耐 能够在一个震荡的格局当中 能够赚到钱 那才是最厉害 那今天 我相信 我相信 在观光股里面 最强势的 我现在像 2748的 银品 那这样个股 之前在底部上来 我们也曾经跟各位 掌握到 因为银品 在日夜谭那边 我相信 很高级 一晚呢 住下来呢 那也是呢 非常的贵 但是我跟各位讲 那是有钱人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当时 银品 能够 在低档买进 那银品呢 也曾经呢 涨了这一波 我现在当时在这个低点 也没人买 那我是不是跟各位讲银品 你有看节目的 非常清楚 银品寒色 在观光股里面 这两档股票 我当时在低档 我建议给各位 后来呢 各位一路大涨 一路大涨 那这段时间 我没有提他是因为 是因为呢 他在做什么 做整理 但是这个地方 会不会说 再拉一波 我现在年底 当然很重要的 因为 寒假这一次呢 像国立大选的 都提早放假了 那 尾牙 那这个 我相信呢 都是能够让他们的业绩 能够成长 能够成长 但是 银品这一次涨 各位 很重要 因为在台南的安平 宴会 宴会筹备案 因为加码 签委托经营的合约 我相信 这是一大利多 我相信各位 今天拉上来 但是会不会再创新高 我想 这是要看市场的气氛 我是认为说来回做 可能呢 会比较恰当一点 那其实在这些饭店股来讲 我认为呢 像韩社 一样 当时呢 在低档 也拉了一波 现在在整理 那韩社呢 因为有爆量 那这档股票 我曾经跟各位讲过 在旅展 他一天呢 他成交 7000万 而且一个旅展 旅展下来呢 破一元 当时的韩社 那我在 上个礼拜 其实我有到韩社去 那我相信呢 吃早餐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大概 五六点 五六点当时 怎么都没有人 因为他们 有 自知餐室的一个早餐 但是后来呢 七点过后 八点 我吓到了 都是年轻人 真的 真的 整个都挤爆了 因为呢 韩社 我相信 他的一个 餐厅呢 也是呢 非常的大 挤的都是年轻人 而且 吃个早餐还排队啊 我们还被赶了 时间到了 我想 这是我亲眼看到了 但是 饭店股 包括这些 观光股 我只是跟各位讲说 你要操作 那也是在 这一波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为主 但是 整体的一个操作上 我是认为今年 我比较长线的一个看法 还是在AI的这个族群 但是现在 还不是买进的时机点 短线上 他还要再 做一些整理 所以呢 有一些个股 各位看起来说 好像非常强 但是你回头去看 其实这些股票 他都是之前 没有涨过的 好像今天比较强势的 4763 你看材料KY 当时破千元的时候 我提醒各位 要避开了一档股票 那这一次 好像 我们在操作系列 打发当时的一波大涨 但是材料KY一路 一路下跌 但是今天拉上来 不代表他要往上涨 或许你是看他营收 营收 其实 破百亿 但是各位你要去想 他今年的涨幅有多大了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不是说 那消息告诉你说 他年增236% 他的营收破百亿 那你说这篮股票 还要再回千金 我相信不要这样看 我们接下来看 2024 他的营收 有没有办法持续的创高 为什么 今天要跟各位讲说 有些股票 跌身 当然他会反弹 但是不见得 不见得 你要去做买进的动作 但是我也不建议说 你去放空 我现在中 中股票 他的一个营收 那法人呢 其实都还有在 在琢磨 虽然投信一路卖 但是他也卖了很多了 所以 说放空的话 那也要等到整个 好,雏醒出来 你放空 你应该是在破这一条 好,这一条呢 夜线往下弯的时候 你去空 摊上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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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 不是在站上这一条 夜线的时候 你说要去放空 也不是 那我说时间 时间呢 买进的时间点 不是在这里 我说上面还有一条 叫做季线 就在季线 而且在整个呢 半年线都还没有站上 这不是说一个 大多头的股票 我只是跟各位讲 不是今天涨上了的股票 那你认为他 这是以后 他真正的一个主流 为什么 老师最近呢 我一直 动作非常少 但是我一直在寻找 我不可能说 在做一个等待的动作 因为操作还是要策略 但是这些策略要怎么做 我等一下 会来跟各位来做分享 但是我只是要 告诉各位说 像今天比较强势的股票 像川湖 你看川湖呢 在这一波 我相信呢 很多AI股 他持续的在拉抬的时候 他这窗户没有 他在高档 甚至呢 各位 他破 但是 他是不是呢 成为一个头肩底 那这个是要做确认的 但是如果不是 我相信各位 他只要呢 这个地方下来 一定会非常深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整理 的一个形态 还没有改变 很漂亮 他盘得很漂亮 但是 他如果不是要在大涨 成为千金 那以后呢 势必各位 他会下来 你不要说 他第四季的营收 第四季营收 又创新高 但是各位 你看到说 他一整年的涨幅 有多大 你要去看这个 所以他 他创新高 是应该的 如果他不创新高 各位 他股价没有办法 支撑在这个位置点 所以为什么 今天我要用这么多的时间 来帮各位解释 这些个股 这个就是我要 来印证 我在封关前跟各位所讲 那是不是呢 都是正确的 就像说 来 像这种股票 各位 他涨很快 但是跌回来 是不是更快 是不是更快 不是说这样拉上去就要大涨 这是之前你看到 人家在涨的时候他没涨 所以他用很快的时间 他去什么 去做拉抬 来 各位 一样的道理 融创 你看到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 口肩 口肩顶 你看 那今天 一跳空下来跌破 季线是不是跌天板 股票不要随便乱买 我只是告诉各位 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的 像旗宏一样 他盘这么久 盘这么久 AI股我知道 散热器很好 但是各位你要去看 他盘这么久 如果让他破的话 你要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不是人家跟你讲说 那其宏有多好的问题 各位 他一整年 已经涨多少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不是说 那好像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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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大涨了 各位 真的不要这样的想法 不要这样的想法 你要去思考 他今年涨多少 不是说 那有一个题材 那你就永远去 心里说那种好公司 好公司也会跌 那你跌回来以后再买 那不是很好 我现在不是要跟你讲说 大盘要崩盘 然后这种个股会 怎么大跌 不是 我只要各位要小心买股票 真的 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你看到 最近 大家 红海的事件 对不对 但是你看到 上个礼拜我跟你讲 是不是周转率过高了 后会三雄 不是他不好 因为 在短线过热 整个航运的一个成交比重来到20% 各位 那过热你是不是要让他 让他呢 先冷却 所以你看到上个礼拜你买万海的 也是赚不到钱 也是赚不到钱 所以 接下来 有些股票 不要看到说 他大涨 那你就要去追 你看到威盛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都是要特别小心的 你不要看到说宏达店今天大涨 那这都是落后补涨 那上来你要怎么做 其实你看我节目都在提醒你 都在提醒你 那 我 操作的股票 我这个地方我也跟各位讲 现在整个大盘 其实在美股 因为美股现在只剩下 道琼 他夜线没有跌破 所以美股要再上去的话 那道琼呢 一定要往上涨 上个礼拜五 费城虽然 长上来 但是 他没有拉过什么 他没有拉过 各位 月线 所以 这个地方各位呢 要 比较 仔细的去看这个盘式 洪老师 我不是石头头 我也不是石空头 那我只是提醒你说 这个地方 我们该小心的 还是要小心 因为 目前在整个 费城 他如果没有办法拉上这一条 因为月线他还在往上 所以他只要站上去的话 那我讲过 他会 高档震荡 但是没有 当然他会先下来 他是要慢慢下来 还是要用最快的时间下来 那这个 我们还是要做观察 还是要做观察 所以 以整体那个架构上 我相信呢 各位要去看说 整个大盘 他上去 都没有量 没有人要追 没有人要追 来 他今天站上 夜线 但是大盘呢 我跟各位讲过 17463还没有破之前 你也不能压他 要重挫 要大跌 那即使破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涨多的压回 你也不用担心说 他会崩盘 崩盘 各位你看到 除非这一根量 这根量来做什么 做头部量 要不然的话 即使他在这段时间 各位在整个成交量 他有报过量吗 没有 没有 所以 各位你看 这样比较清楚 那这一根之前 是被换手过的 但是 他来在高档 这一根量 其实各位也不到 也不到3000亿 所以你说要 这样一路往下跌跌跌跌跌 不可能各位 真的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重量 他跌不深 但是他会不会跌 我是认为 他夜线没有站上去的话 如果下弯 1万7 他会回来撤 但是 他是一下子到1万7 还是呢 他慢慢慢慢盘下来 这个都是我们有待观察的 所以我看到的现象 那 我就提醒各位 那大盘未来也有可能说 来到1万7之后 再往上去测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但是真正要 那种崩盘式的大跌的话 一定要看到报大量 其实外资 当然 他在期限后 他都会做套利的动作 但是在现货 他目前的这么多 那量这么少 除非他 灌压 做灌压的动作 来 就这么 除非他在这个地方 他灌压下来 量 三四千亿 那这个就是大出货 不会是这样 如果没有 那这个地方各位 股票 他还是在做轮涨 因为在传长股里面 最近呢 就是航印 钢铁 包括呢 在整个基电 那光光生计 其实都是在做轮转 都在轮涨 那电子股里面 除了我刚才跟各位讲说 不要呢 别生反弹 那你就要去追高 那这个风险很大 那也不要因为他消息出来 他告诉你什么创新高之类 你要去看说 他一整年的涨幅有多少 那今年 有没有办法 再去呢 挑战去年 再那个机会 就像说 系列 其实 看来营收 他衰退了 那个时机点已经过了 你不要说 他前三季赚了一块多 股价在这里 那如果说今年第一季 他能够赚得两三块 那是不是 是不是呢 比去年 一到三月 他更多了 所以我是跟各位讲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那 因悦达 我相信 洪老师呢 我在这档股票 我 我 跟各位所讲 我们为什么要布局这档 原因在哪里 各位看到说外资 已经年四卖 从这一天 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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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各位 你看到 这四天 外资卖这么多 上礼拜五还卖了 一万多张 大概一万一千张左右 但是各位 他低点越来越高 有没有被他卖下去 有没有被他卖下去 有没有 没有吧 我相信各位 你自己去做观察 外资的持股 21% 因悦达外资的持股 21% 我想 随便卖个 几万张 说真的 你说对音乐打影响会很大吗 除了在21%全部 这样一直卖 卖个5% 6% 但是各位 一万张对音乐打来讲 358亿的 这样的股本 我想还好 但是 有没有把他卖下去 完全没有 所以呢 我只是 用比较简单 因为 我为什么说 音乐打老鼠拖大鞋 这一根量 大家都认为 库后量 但是 宏老师就是 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认为说 里面呢 他有猫咪 猫咪 我相信 这个需要来解码 但是 接下来 CS展 那直接 AIPC的个股 会不会呢 风云再起 那音乐打 有没有机会 去突破 那这个接下来 就是我们要观察的 洪老师不是那种 做股票 跳来跳去 因为我要 证实 我的看法 是对的 所以呢 这两个股 为什么 洪老师 我一直锁定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说 我的会员到现在 我们倒还没有赔到钱 如果 474到这里 其实 都还在赚钱 但是 我倒可以把它卖掉 但是我认为说 如果我卖错了 以后 可能会追更高价 所以这个就是 老师的看法 我不是死多头 也不是说 那我 对音乐打 就特别的钟爱 那我一定要死报 投报 不是 做股票 真的不要 跟股票谈恋爱 真的 该舍还是要舍 该卖还是要卖 但是呢 看对了 一定要一路坚持 所以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 所以现在大盘 的一个做法 大家呢 只要呢 比较注意点 但是在个股上 你只要找对 我相信这种杀 杀伤力 也不会说很大 但是那种筹码很乱 长很多的 你要特别小心 拉回的幅度 各位 都是呢 两层三层的 你要特别的小心 这只是呢 洪老师 对各位的一个忠告 但是 该做 一定要做 迭生反弹 不代表 他要大涨 弱势反弹 你一定要卖 你一定要把你的弱势 放到 我们的强势 这才是 最重要的 不要说股票呢 一昧的看好 就看好 你看好呢 一定有他的原因 但是这个原因 你要把它找出来 如果完全不知道 那得着没有 那这个就是呢 在随便买股票 那 这个地方的一个操作 一定非常危险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 很关键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老师今天 会帮各位呢 点这么多出来 就是要让各位了解 股票市场 那出处呢 都是陷阱 那你只要把这陷阱 你把它避开了 那我相信 你绝对呢 你绝对呢 是未来股市的赢家 那今年 AI 我相信 我相信他还是主流 但是我讲过 现在还不是买进的 十几点 你一定要先忍住 你忍住之后呢 未来 你才能够 全力的大买 那如果生了任何问题 打022392 3988 Lite呢 加进来 我相信呢 里面 最近呢 会有很重要的 消息会宣布 各位呢 要特别的注意 明天同一天再会 吃了吧 掰掰掰掰